盘点下《黑客帝国觉醒》中的细节 虽然这款游戏严格意义上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玩的 但它仍是我目前见过最接近现实的游戏 成事件模非常精细,且规模庞大 和电影中的巨阵一样 简直就是为了模拟现实而生 车辆数量是迄今为止最多的 不只有路边停靠和行驶的车流 停车场内几乎也占满了 广告盘上的图片超级清晰 路边咪表上的每一行字都能看清 包括路边的垃圾 包装上的文字排版和现实生活是一样的 这种细节应该很少有人会发现吧 在马路正上方观察 材质清晰且干净 放大看实际上有些许积水 不是刻意成块出现 而是自然的均匀分布 调整角度可以观察到对面楼的倒影 如果调整光照 路面的反射会增强 光影非常刺眼 可能是没有做内饰的原因 车辆玻璃颜色偏深 但如果正对着阳光 其实是可以穿透玻璃的 A柱的阴影非常真实 走到驾驶位 司机会侧头看你 所有车辆和行人都遵守交规 路口转向的车辆会提前打转向灯 红绿灯不止控制车流 人行道上也设置了行人红绿灯 同样是绿灯才通行 可能是机能限制 远处的行人面部稍微有些模糊 但靠近后观察 行人的眼球会四处张望 撞到他们会做出惊讶表情 平时路人的美貌也是会动的 比主角丰富多了 分享完黑客帝国觉醒中的细节 还有很多网友想看这款demo不细节的点 正如我之前所说 这游戏是用来看的 不是用来玩的 所以停车场内的全部车辆都是摆设 不能驾驶 甚至摆放的位置都是直接复制的 比如这五辆和这五辆是一样的 也和旁边这五辆一样 车型颜色都不变 就连间隔车辆的车牌号都一样 而且行驶中的车辆也不能抢夺 只能进路边停靠的车辆 并且车辆内饰几乎为零 这也是为什么玻璃颜色很深的原因 所有的建筑都是无敌的 包括米表 铜绿灯 垃圾桶 树木等 好在车损还算真实 壮难打凹 也不会给人一种过软的感觉 掉落的碎片永久保留 而且车辆暴废后会自动打双闪 不过在下车的时候晃动摇杆 前轮竟然还能转 我不是双手已经离开方向盘了吗 驾驶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声音 话说这车也不是电动的呀 另外这么大一座城市 没有一家建筑是可以进的 只能在外观察到一层特殊的2D材质 此技术在虚幻4时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了 而且飞到天上会发现城市是座孤岛 没有相互连接的桥梁 毕竟这不是一款游戏 希望我们能尽快玩到 真正意义上的虚幻5三一大作吧 喜欢的球哥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